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我最近很喜欢研究唱歌 然后有一些音 就是如果好像一条路 那个喉咙有一条 世家路 你通过了以后你就好走 如果你还没有没人走过的路 它不是很多石头啊草啊那些吗 然后你多走几次 走顺了就可以了 啊啊啊啊啊啊 还累 老师天使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练歌了是吗 没有 其实我这几年我才练 但是我练原来是 可以得到很多 很多乐趣 一条路走了 那是没有什么 什么石头挡住的走 走顺了 那就变了一条新路 如果唱了那么多年走的那条路 可能那个 那个路就已经 要修补了嘛 老师在家里面就要练歌的时候 会说 邻居投诉啊之类的 会有这样的一些 行动吗 因为之前 刚说有老师 和彩虹非有老师的时候 还有说 经常在家里面练歌的时候 歌一里就都找上门了 哦 哦 那 他的邻居 没什么品味啊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 我有好朋友 弹钢琴 研究家 然后他也是 邻居都 都是投诉他弹琴 但我现在邻居 还好 因为我隔开邻居有一段距离 所以还是挺好的 好 老师先跟我们 又酷的网友打个招呼 又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钟任涛 恭喜发财 希望你们欣赏事成 发大财 那咱也下班了吗 现在下班的一个心情是怎样的呢 非常兴奋 这个是 非常兴奋 现在那个心情还是非常兴奋 其实我自从来了北京的开始兴奋 我不知道兴奋什么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都经历过了 见过了 但春晚实在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彩排那么多 排完还要修改 我以为没什么事情做那么多天 原来呢我们的节目一直修改 一直增多 试试看 这个没那么好 要很多关通过的 要不然你这样改又这样改 然后多了一秒两秒都不行 然后都刚刚搞的 搞得刚刚好 然后我们现在演出是非常顺利 所以就非常开心 还记得说一共彩排了多少次吗 因为次数还蛮多的 几次我真的是忘了 正式穿衣服的有五次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那么清楚五次呢 因为那个还有那个化妆师都要来的吗 我还穿上这个衣服 所以这个这个春晚衣服呢 我看值回票价了 通常有时候穿一次都不穿嘛 什么的 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撞三 撞三姐 撞我撞了邓超 然后但是他跟我讲 毕哥你穿那个衣服 我很有一件 你是什么牌子啊什么 一模一样 没关系 我去拿另外一件 然后他就很好 我很感激他欠救我 因为我拿衣服来着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英雄一件乐童 然后后来超哥选了 换了其他的服装 对后来他选了什么服装我不知道 那对我看见他有一件红色夹克很漂亮 因为虽然我们是同台 同一天晚上的演出 但是他演出的时候我没看到 我演出的时候他也没看到 我很多朋友都在 但是没机会碰到的 这还挺默契的 老师您得知参加五年春晚 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这道春晚的邀约时 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因为我这个是 如果我的演艺生涯里面 没有上过春晚 是不完美的 因为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入行来讲 所以一直都等着 我是有机会的 但是反正这各种因素 就没有参加上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尤其是跟几个 一起出道的兄弟 兄弟们一起来上那个春晚 所以特别有意义 就激起了一代人的回忆 对 这个是光中药主的事情 我家里人多高兴 他说爹地了 他不能回来 但是你看春晚就看到他了 那个真的是很大的光荣 我觉得这个是 我真的非常感恩 我能够上到这个节目 也能够带开心 带快乐给全世界 不是在中国的华侨 可以让他们分享 大家好 恭喜发财 心想事成 就是温达 再次合体 然后在春晚上的舞台 是什么感受 就本来有安排了演唱会的 但全部都取消了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能够一觉就把我们几个都换在一起了 所以真的是很珍惜这几天 本来呢我在想 这么在这边彩排的那段时间会很闷啊 或者是没什么事情干啊 惹彩排啊 结果忙得一塌糊涂 之前张杰老师也有邀请你到杰老师去家工作客 对 我们一起去看电视啊 吃饭啊 聊天啊 这样 其实这一次就是 这个是我觉得赚回来的 还有很多朋友 都可以在春晚见面 因为艺人特别多 就没有说每一个人可以一个房间 有时候演出艺人多的话 不一定看得到的 但我们的房间 哇 好热闹啊 那之前有去几个家做客 那除了聊一些音乐之外的话题呢 还有会聊些哪些话题多一些呢 聊明年的计划 就是二二年的计划 那希望我们有多一点机会合作啊 那其实张杰也邀请我当他演唱会的嘉宾 因为我在大陆嘛 但是我知道好像他其中一月份的演唱会要改期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我在 只要我 他讲我就会到 对啊 已经很 已经 我们虽然见面不是很多 但是我一直都很欣赏他们 然后我们就一见如故 然后我们讲的话 喜爱的音乐 讲起就是话不断 温拿乐队是1973年出道 如今已经2022年了 会不会比较感慨 我 我很感恩就是了 因为很感恩有几个完全个性不一样的朋友可以合在一起 合那么久 我们其实在一起的时间大概六年左右吧 都不够十年 但是我们就分开大家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就答应了每五年开个演唱会的 那但是有一年是我自己出了一点状况 那后来就那个期就有点乱掉 那刚刚本来是前两年要开的 但是各种因素开不成 然后去年也要开的也没有 但是我相信我们到50周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开了 我们要排除万难 排除一切的困难 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到大陆 跟各地的歌迷来一个聚会 那就很理想的 那这次几位老师在一块 然后我们采派的背后 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哪些背后大家没有看到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一起永远都很有趣的 永远都发生在餐桌上的 都是吃东西啊什么的 现在呢就多了一些语言上的 上的一些好笑的笑话了 那我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冰淇淋的 尤其是那种叫双淇淋 就是我一听到那个车叮噹噹噹噹 那个响那个音乐呢 我就冲出去了 结果我们中央台外面有一部 哇我一看到我就冲过去了 原来那个是简易的 那个黄色的 但那个长的那个样子上 那个冰淇淋的车嘛 我去买冰淇淋 怎么冰淇淋都要防疫了 没有注意到那个字写着 所以那个摆了一个很大的乌龙 我还叫温拿的 出来吃冰淇淋 然后结果出来就 大家都说几位老师的心态 都看上去特别的年轻了 然后那如何一句话证明 跟90后没有代工呢 一句话 一句话 就是活在当下吧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每一天都是那么开心 而且我们都是想着好的事情 能够就是能够我们也不是逃避 反正我们就是充满了正能量 就是有一些大事化小 小事化没有 然后开心的就尽量把它更开心 其实那个做人也是这样子嘛 就比较好 其实我可以讲一样事情就是 开不开心呢 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 比如说 今天 现在 现在我本来要吃饭的 但是我就不吃饭 来做这个访问 如果我心里面说 没饭吃 要饿 那我就一定不开心 但如果说 我也没有牺牲什么 只是吃晚一点 然后我可以跟很多人分享我一些心情 那这个就开心了 所以开不开心真的是 要你自己告诉自己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要自己会掌控的比较好了 那老师 比如是怎样保持这种状态呢 就觉得一直都是那种 活力满满的状态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那 很多人就是问我 什么样保持年轻啊什么 其中一样呢 一般的 比如说你那个 那个什么保养啊 吃东西啊 什么敷面膜啊 什么之类的 该做的你也要做 但有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的 就是做爸爸 我觉得有点影响 因为我从那个 我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是90后 他是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一些家长了 但到我小的女儿 她现在11岁 我认识她的家长 她那些同学的家长 然后 就是那个家长慢慢我就 就变得跟他们做了朋友 那就跟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呢 是比什么都快乐的 所以就比较 可能是因为这样吧 那就保持着心态 然后 然后就 也可以追得上 那个 时代 你要追得上的话 你就 你就 人就自然变得年轻了 不光是心态是模样是 也是帅气民主啊 那您每天的一个互负步骤是什么呢 您每天的一个互负步骤 互负步骤 我这个很复杂的 不能够随便讲的 那个真的要 要开一个话题来讲的 那当然要 平常做的 该做的做就好了